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薯奶香大发糕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去皮的红薯先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先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然后冷水上锅 开锅后用大火再蒸20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把180克蒸好的红薯先给它放到大碗里面 然后再加入20克的白糖 接着我们用擀面杖先把它们尽量捣碎一些 红薯捣碎后我们先打入一颗60克的鸡蛋 然后再加入3克酱母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加入180克的普通面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接着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40毫升的牛奶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像这样 稍微有些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我们先把它倒入铺油贵油脂的蛋糕模具里面 接着我们用铲子把表面先给它摊平整一些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醒发一个小时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摆放一些葡萄干 或者自己喜欢吃的其他果干 接着我们再把它开水上锅 先用中火蒸30分钟 然后再给它焖上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奶香红薯发糕 吃起来口感像蛋糕一样 非常的松软香甜 而且还有一股浓浓的红薯和牛奶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丸与点点栏目